《科學生之》第四節 既然有慶節說吃東西 我們繼續說 但我們當然不是說現在吃東西 我們是要是很遠 要是未來 剛才我們說了未來 最重要是跟科學有關 對於尼科德撻人 我們近年的認識相當豐富 我覺得最初的認識都是由化石和圍紙發現 但近年一個很大的跳躍 突然在基因層面了解尼安德撻人 就是突飛猛進 所以大家記得今年諾貝爾醫藥及生理科學獎 頒給了帕博 他專門做這些用DNA核酸方法 去分析尼安德撻人和丹尼索亞人 DNA的科學家 那本書很好看 其實你應該… 有 像我展示了你那本 他那本就叫做《Neanderthal》 帕波教授寫的《Neanderthal》 很好看的 介紹他的發現過程 我覺得高中生都可以嘗試看 現在我們知道了包括尼安德撻人的性行為 狩獵行為 居住的情況 甚至對他的腦部發育 智慧不可以說有結論性的解釋 但我們會知道的越來越多 有很多事情我們要得到他的身體狀況 例如他吃甚麼 你要看到牠鵬牙才知道 例如牠鵬牙特別尖 應該吃生肉 我猜 很多時候也希望在牠鵬牙的牙縫 放了甚麼 剩下那頓餐 裡面再做DNA分析 分析他的餐吃了甚麼 又是玩到這樣 又或者他的糞便 是的 有些我也覺得很誇張 將有尼安德撻人DNA的基因資訊 注入一些腦神經細胞 令他能夠跟隨尼安德撻人的腦部發育 如何由腦神經組成 很微小的腦部原件的過程 嘗試了解尼安德撻人的腦部發育 和人類有甚麼不同 在今個2022年發生的事 我覺得是由基因幹細胞考古層面 去多方面重組這個過程 是的 但我先離開這個 問了你另一個問題 你猜人最懂得把肉煮熟 其實對人的影響有多大 我也是跟教科書所說的 《Hopo sapiens》 會不會出名 即是你將它煮熟過後 身體上要拆解的蛋白質 就更方便 容易消化 還有你燒過後 對於上面納納納納的細菌 病毒 是的 亦有消毒的作用 所以在咬咬咀嚼的磨爛要求 亦更加低 更加容易咬開它 你也知道 生肉要去骨 你不跟刀 我想以前的原始人是否是連骨 即是硬硬硬硬硬碎 然後再拆解出來 慢慢拆解 但你問我 我會猜到現代智人 你會猜到更原始的 懂得用火煮熟 可能是很早有發生的事 有的 現在猜到很早 幾萬年前已經有 甚至不止 如果有一天 我看到黑猩猩 懂得自己去鑽木取火 有了草芋的火 在燒烤 對 燒烤 打一瓶回來 我就會更加驚訝 我們看以前的小學教授所說 以前試過森林大火 原始人去過 通常被鯉砍砍到森林大火 然後發覺燒死了動物 然後有些原始人走過 慶幸地死靜 沒有被燒死 原始人去到看到 挺好吃的 這麼香的 拿出來 這裡外面苦的 留給你吃 裡面的漂亮的 哇 拿出來 很好吃 接著你就知道 手臂又摸一下 可能全身臭汗 有鹹味醃進去 好像我沾汗進去吃 更好吃 然後就發明了 調味品 調味 醃進去煮食 要用熟食 如果是這麼簡單就好了 就不知道 一定是不同的智人 都可以獨立發展到 這個能力出來 更加不要說你能點像火 拿來嚇人 嚇其他動物 但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讀古代神話時 懂得拿火的 很多神話中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譬如希臘神話中 裏面的普通偉俗是巨人 為何這個宙師要懲罰他 就是因為他見到人那麼慘 吃東西也吃得不好 所以就拿火下來 這個宙師就懲罰他 於是綁在山上 每一天他們的烏蠅 刮他的肝臟 晚上肝臟康復 就引如之去刀 這就來一提 今天這個新聞是怎樣 都是很近期的 就是尼奧德帕人 根據他們的粵居 他們現在就說 這個山在哪裡呢 這個粵居的山 就在伊拉克那邊 都很出名的 在伊拉克的北部 很有趣 山居的地方很遠 很廣泛 德國的洞穴 尤其是南歐 另外去到西班牙 甚至乎是植布羅陀 那座植布羅陀 只有一座大石山 就在那裡有 現在在說伊拉克 原來也有 他的新聞 首先說 一般來說 以前認為尼奧德帕人很蠢 他可以做甚麼呢 就是採集 那裡看到有蘋果 拿來吃吃 看到有隻動物 放下它 立即吃到它 也應該懂得發明一些 基本的工具 因為有些 其實連猴子都會用工具 所以我想像到 尼安德帕人 不可能會做一些簡單的工具 甚至石器 有的 是找到的 但現在最新的 經過在他們 在動業的居住 適生貨 而且煮食 已經去到烹調 不是純粹 不是就這樣 生貨 再燒熟就算 而是開始你會發覺 去累積到一些經驗 對食物是有要求 是 有要求 其實這樣說 我又會覺得不太驚訝 因為其實 這一宗 我有一宗 適合這星期看到 但沒有拿上來給台獎 一起談 就是我們純粹從生態觀察 看到原來黑猩猩 有分享經驗的能力 如果你有分享經驗的能力 就是可以將一代的智慧 用方法傳給下一代 但黑猩猩的行為 反映到經驗傳遞的能力 就是看到一隻年幼的黑猩猩 懂得將一塊自己在不知哪裏 撿回來覺得很漂亮的樹葉 展示給他媽媽看 他看到的動作 不是分享食物 不是分享工具 純粹是這塊東西 我看完就很有趣 我給你看一下 那種 是分享他的興趣 是覺得這東西給了我 那種很有趣的感覺 我給你看一下 最大腿一腿 他媽媽就沒有 走界閉嘴 放進口 會有些想法 如果黑猩猩層面 看見這件事的話 尼安德塔人有做手勢 甚至簡單語言溝通能力 然後將經驗傳承 哪些東西吃得不吃得 哪些東西最好先這樣做 然後才這樣做 可以重複上次那種美好的回憶 能否做到 他們有這樣的能力 我真的不驚訝 但最可憐的就是 發現了甚麼 原來他們有食譜 用種子做甚麼呢 做餅 Pancake Pancake 或Flat bread 你想想用種子 最好是穀物 但你要這樣理解 因為穀物不是我們現在的 很原始的穀物 因為你要提及穀物 直到我們現在能夠純養 到大量種植發明農業的層面 尼安德塔人說是4萬年前的絕種 但有正式大規模的農業 我們在說兩河流域 是一萬多年前 人類文明來說 但如果懂得用種子來做麵包 可能我便會給它兩萬 這裏沒有甚麼 現在這裏是七萬年前 七萬年前應該是怎樣 那裏是野生的 不是你去種 不過它是拿回來 甚至七萬年前的穀物 即所謂的穀物 其實應該不能吃 野生的 野生的很多時 就是要收拾 有幾種 野生的麥或米 是要收拾得很辛苦的 是的 你不是說我找到一堆 還有一棵的收成不是那麼高 你自己慢慢收拾 還有你如果說 你不需要只吃那些杏仁 杏仁是最後選了很久 很久才選到一粒毒不死的 野生的給人吃 杏仁有毒 原先最原早的有毒 最後是選一些毒性低一些 一路選下來 最後選到一些原來我們吃了久 其他一些仍是有毒的 不過毒性已經是不毒 降低 是的 我們不知道過程是怎樣 如果你說它是這樣 其實已經有些智慧了 它只可以做餅 即是叫我們男人去打獵 可能有些女人做採集的 就幫忙採集一些水果 有時那些核吃剩的 你不要丟掉它 有時可能是果實的核 或者他們撿了野生的穀物 總之是一些我們認為吃得的種子 本來我們本來就是 就這樣找一碗水 煮了它 煮粥 煮爛它來吃 但有些原來我發現 這又很有趣 能夠煮到餅 煮到包 他要懂得找到東西發炒 所以你會覺得那種 對於烹調和材料的成分 要求和食譜 究竟需要時間多久 火露多少和材料的比例是怎樣 他們似乎是有這個概念 對 可能有這個概念 但那個時間可以做到七萬年前 七萬年前 七萬年前 我們不夠100% 雖然相信這個 因為新聞太短了 但最重要對我來說 就是發言的方法是怎樣 他們原來是用了一種 什麼呢 就是這個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這就是很大路 你要看看任何物件的表面 有些什麼的時候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純粹可以看到原子分子層面 這麼小的東西 就是和我剛才說的 就是你從物理的結構 去分析食物 給我們一些什麼 現在似乎是用一個很強力的顯微鏡 看看上面有什麼成分 有什麼殘渣 現在是加熱的 它是燒過的 那樣東西有沒有加熱 其實你在用顯微鏡之下看 你會知道 你可以想像 舊麵包還是多士 你放在顯微鏡下看 你會看到分別 或者你不放顯微鏡 你也看到分別 那個焊底也不是焊底 就是你會看到分別 但是如果是那樣東西 經歷了這麼多年 被充拆了這麼多 有沒有一些小小的成分殘留 就要用到這些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去看 所以如果是一些曾經焊過的餅 焊焊過的那些成分 我們可以在這裡撿回來 去看得到 現在它就說 那個殼那裡 它們就做不到出來 不等於 不像我們磨了米一樣 可能就這樣就煮下去了 但可能這樣就健康一點 不過它也說 它們是沒有那個器皿的 所以假設它把那些種子放在瘦皮上浸 然後才發酵 但它們覺得這個食譜也挺好吃的 其實我相信如果是用那些泥板燒 或者石燒的工具 就這樣放一塊石在上面 在下面加熱 在上面慶如煎如 應該是有的 不然會變成鐵板燒 不奇的了 鐵板燒其實也不一定是鐵板的 我吃過一個是用石 鋪在石上一塊肉 在上面看 如果你撿到這件東西 剛好石的表面又平 甚至是它兜兜地的時候 為何不拿來用呢 可以幫你盛在於一些東西 在下面加熱的時候 那它們就會拿來用 你如果告訴我 它們懂得煎東西 甚至乎發覺煎一下貼底 發覺拿些動物油上去塗下去 使用貼底 以它們的智慧有甚麼那麼疲勞 你講到就像現代BBQ 其實我不是只是BBQ的程度 不只是用東西穿著去燒 是可能它們已經有些 基本的烹調工具 可以傳流下來 你問我找到那塊曾經被燒過的石板 這我就不知道 可能剛好埋了還沒掘出來 不過我聽到這個故事 我越來越害怕 那你知不知道害怕甚麼 聽起來好像跟現代智人的智慧 不是分別很大 現在我們還嘗試在基因層面 甚至去找一些實驗 希望重現一些尼安德塔人的腦細胞 從那裏可否找回答案 尼安德塔人跟現代智人的智慧差距 很可能我認為最後是 他們的智慧 甚至有學說他們的智慧 是高過我們 這就是為何我害怕 就是高過你的智慧有甚麼用 最後被人堆壞了 最後的壞是怎樣被人堆壞 未必是在戰爭 可能是病 原來是疾病 甚至乎連Papol自己 搞這項研究時 他自己也有這個結論 他認為我們現在 為何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類 對於現在的肺炎病毒的抵抗力 是有高有低的 他認為是因為尼安德塔人的DNA作怪 他會這樣說 但我未仔細再看他的研究 我便知道他有做過過程 他有這樣的觀察 我又覺得憑我看過他的故事 他應該有合理理由去說這件事 但無論如何 這個答案我想我們都要找一段時間才知道 即是慢慢重組 究竟為何被淘汰了 暫時你問我 我便會覺得疾病淘汰的學說 我相信比較有力一點 甚至我們看到人類近代的歷史 土著印第安人為何死也不要緊 因為歐洲傳來很多 他們先天上沒有抵抗力的病菌 天花 甚至黑死病 科學新知四節完成了 我們接著亦有科學會錄 待會大家千萬別離開 繼續聽完吧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也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